你好 你好 今次呢 我们要大家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就是主显节 很多国家主显节1月6日是公众假期 所以那天的庆祝是很隆重的 但是很多地方 像香港那样 1月6日那个正日就要上班了 所以我们是这个主日 你选的这个主日 庆祝这么大的节日 以前你或者你都听过 以前多数叫做三王来朝 三王来朝是一个很普通的名称 后来考虑一下可不可以给一个好点的名字 这么大的节日 都不是准确的嘛 因为圣经没有说是三王的嘛 它只是说有三个礼物 但是不一定是三王帝这些三个礼物 还有三王来朝都不讲那个节日本身的奥秘 所以现在你译了主显节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显和奥秘 这个是今天的读经意 圣保禄这样说 天主为了你们 以恩重赐予我的职份 就是值着啟示使我得知他的奥秘 圣保禄告诉阿弗所的教友 天主提示给我听一个奥秘 他说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个很重要的 奥秘不是一个难明的道理 奥秘是一个事实 现在在讲一个人 讲耶稣 他说这个奥秘以前没有知道在哪里 因为他是隐藏在这个世界上 在人家的历史当中 以前没有告诉任何人 愿在即着星神 解释给他的宗徒和先知 现在显现出来 所以主 显不再继续隐藏 在人类当中 现在显出来 所以这个命很好 主 显 截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圣保禄说奥秘很美很清楚 这奥秘就是 外邦人藉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 与犹太人 同为圣继人 同为一生 同为恩去的分享人 三个同为 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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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主显节 我们庆祝整个圣诞的奥积 很多东方的教会 当这个主显节就是圣诞节 因为将那个隐藏的奥秘显出来 圣保禄很强调 天主选我 要向外邦人说这个奥秘 因为这个奥秘和外邦人有密切的关系 也都要向犹太人说 因为如果犹太信徒接受耶稣 那要接受这个奥秘 要同为 与犹太人 同为圣界人 同为一生 同为恩去的分享人 这个奥秘耶稣 隐藏了多少个世纪 真的 如果我们看圣经 圣言和天主同在 天父创造这个宇宙 是借着圣言去做 所以圣言已经隐藏了 在整个宇宙里面 还有当天主召叫阿巴郎 要创立一个新的民族 为这个奥秘而存在 要在这个民族里面 诞生默沙亚 默沙亚不单止是 是犹太人的默沙亚 亦都是全人类的默沙亚 所以圣言隐藏了很久 直到圣保禄说 现代 终之 这个奥秘显出来 我们看一下 伊撒伊亚先知读经日 已经先知 如先讲这个默沙亚 你这个世界上 是有什么的 特别的标记 他说 耶路沙亚亚你要开心 因为你的光明 是一个光明 代表天主 你的光明以来到 尚主的荣耀 会显然出来 最重要 这个读经一说 很多非犹太的民族 万民都会看到这个光 这个光会吸引万民 你这里找光的根源 就是天主 所以 伊撒伊亚说 既然默沙亚这么光辉 这个光明 是天主的光明 他们会来耶路撒冷 带很多财富 很多礼物要送给这个默沙亚 他说 万民的财富都要归你所有 所以那些现实 和那些礼物 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 那些现实 承认这个默沙亚 也都是我们的君王 伊撒伊亚先知 他说 会有很多黄 骑洛陀 会来 齐习在你的境内 他们从舍巴满在黄金 和御香以来 宣扬上主的荣耀 这里 伊撒伊亚只是说两个礼物 黄金和御香 后来迷谷福音 加了抹药 变成三个礼物 接着很多教育 开始 既然有三个礼物 应该有三王来朝 寒夜南风飘降 雪花串 旅满植了 齐南忠圆 向寸路朝 齐如困抚披上雪霜 不怕暗路遥 望雪地燃宽笑 心中亦起 旺日基督 誕生于百里行 身居若世宣 那項震离 来共藏福音 是七十二首首 本来呢 这个 搭乡榮 是赞撒路门 这么出名的皇帝 很多人去耶路撒冷 想听撒路门的智慧 已经很出名 但是呢 这个搭乡榮 说到很多犹太圣经专家 基督徒圣经专家 同意是所说的说话 是超过撒路门本身 这个人 已经透过撒路门 讲解麦洒亚 比如他说 众王都要崇拜他 慢慢都要侍奉他 已经撒路门 变了一个标记 代表那个麦洒亚 福音是玛道福音 只有玛道保留了这一件事 所以今天读玛道福音 玛道福音呢 我们很留心看他怎么写的 本来呢 玛道福音在那个麦洒亚的族谱里面 到达阿巴朗为止 但是呢 路加福音才写 麦洒亚的族谱的时候呢 他一直一直到达阿巴朗 一直到达阿当阿华 即是全人类 但是呢 虽然是这样 玛道好像只是写 犹太人那部分的救恩史 但是这里是很清楚的 那个光呢 耶路撒冷的光 即是耶稣的诞生 是一粒星的光 都是一个象征性的 光带领这些王去耶路撒冷 那耶路撒冷呢 没有准备很欢迎这个麦洒亚 也都不会欢迎这些现实 最后呢 现实就找到耶稣 但是呢 即刻 这一点呢 都要明白 那个奥秘呢 是光的 光明 但是光明里面呢 都有黑暗 但是那个光呢 盛过黑暗 但是呢 麦洒亚都要经过黑暗 已经耶稣一出生 没有多久 他要不是说光明中 显示自己是麦洒亚 不是 是痛苦中 这个耶稣呢 这个麦洒亚 要好像重新 活出整个 以色列人在历史所受过的痛苦 所以呢 那麦洒亚都好 这个麦洒亚一出生 立即要走 因为黑暗 想追杀他 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去哪里呢 是以色列人受了很多痛苦的地方 就是埃及 埃及的痛苦 现在变成了麦洒亚的痛苦 好像耶稣重新生活出以色列人的救恩事 所经过的艰难 所经过的迫害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阿洒亚死了 那麦洒亚 那麦洒亚带这个 小孩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呢 圣经说 父母不敢继续住 在白冷 或者耶路撒冷 回到 那扎勒 那扎勒 代表耶稣的光明 虽然现在显现出来 但是都有那个隐藏的方面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以前 他未降生成人之前 他隐藏在宇宙和人类的历史 现在呢 他隐藏在一个最平凡的人当中 我本身 我很喜欢这个字 主演字 小孩的时候呢 很期待这个日子 因为欧洲很多地方呢 交换礼物呢 就是主显节 不是圣诞节 今天那些小孩呢 那些小孩呢 一对墨 怪到就是在6号 1月6号 如果是呢 在那个墨里面有炭 如果乖呢 就是那个墨里面有 野食那些东西 也都很多在外国做事的意大利人呢 都会回家在主显节 在很大的节日 但是我们现在是看那个尼撒的读经 非常之美丽 因为看到这个墨沙亚 是全人类的墨沙亚 那些现实代表 全人类的要求 和全人类的需要 愿放开心飞 无私的极发能光 尊重每个少年 将显爱情得永在 这基督的热流 只让你我内心 同实践信望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零件 零件